我今天吃的是竹筍肉燥飯 那這個竹筍肉燥飯跟外面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其實有竹筍的那個飯 那吃下去非常的有嚼勁 然後跟外面的肉燥飯來比的話 它比較不油膩然後比較清爽 那搭配旁邊的黃金泡菜的話 吃起來是非常搭配 搭配非常好的 那香腸的話 這個是第一支酒香腸 它吃起來會有蛋來清香 那以及旁邊的是竹筍香腸 那吃起來也相當的有嚼勁 我覺得這樣子搭在一起 對我來說是還蠻不錯的 今天我們來挑戰 就是用太平的麻竹筍 來做這次是發表的竹筍香腸 那其實我們又給它一個比較特別的名字 叫東坡筍香腸 為什麼叫東坡筍香腸 因為我們就是用 蘇東坡筍的筍燒肉的概念 來做這個竹筍香腸 然後最後要介紹就是 找在山邊前野的我們的蝴蝶花 各位有吃有看過蝴蝶花嗎? 其實就是野薑花 那剛好我們念我小時候就看到 這個花怎麼那麼像蝴蝶 我們的蝴蝶花 我們在製作它的時候 發現哇要五朵 才可以做一根香腸 非常珍貴 然後它吃起來的香氣 是非常非常優雅 好吃